汤姆猫的水上乐园第176关 这一关一共是三个泳池 也就是三个小关的 总部数为23步 所以说部数也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太多 我记得之前玩过一个三关的 大约是30多步 这一关要利用这些油漆来进行 粘连式突击 我去竟然又回来了 这里白白浪费了一步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是以14步进入了下一关 这边的话需要利用人物来撞击右边的这个位置 把开关顶开的话 可以让他左边的这个汉客口打开 如果不打开的话 是无法完成本关游戏的 这个位置可以利用中间的彩虹传送器来进行人物转换 从而获得人物完美消除 不知道下方的这个人物是什么 我现在应该能猜到了 下方雨伞的猫着的应该是狗狗本 你们现在场面上只有一个狗狗本 撞击冰块 这个冰块还是超级强 这才撞开 部数现在只有两步 如果我们不能完美的两步全部都消掉的话 就需要利用道具来加持了 看来没有消掉 这样的话就不得不用火箭来把它发射走 应该上来用一波辣椒的 现在游戏进入后期 有的地方给它部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本上是零的容错率啊 还剩四步 如果这里用上独角兽 基本上左边全能消除掉啊 最后一步 看来要发射走的 还是汉克狗 汉克已经被连续发射两次了 还应该会体验出做火箭的感觉 真是超级爽快 开启118关 这一关只有三步 需要利用右边的辣椒道具 引力加持 辣椒双连 迅速消毒啊 这就很尴尬 只剩两步 而且这个位置占的不是太好 看能不能完美消除 最后一步 成败再次一决 利用强体反射 漂亮成功消除 179关 这里还是默认的给的辣椒道具啊 利用场面的辣椒迅速弹起消除 我去 这一波 基本上全消掉了 最后 只是我们利用两次的进行消除机会 最后位置 还是有一个彩虹传送门 步数也是非常多 不需要着急啊 把安吉拉或者是金金帽 打过去 还剩三步 只有两种人物 发射过来 最后一步完美消除 如果你喜欢这款游戏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持续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